大家好 人的话有在养这个兰花的时候 反应了的兰花摘种了一到两个月左右 那个兰花都没有浮盆的迹象 叶片呢 还是处于这种发软发粘的状态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温度太高了 那么如果我们在摘种这个兰花之后呢 兰花一直处于3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 那么就会影响它浮盆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兰花 是摘种很久的兰花 在这种高温下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像这种新摘种兰花 大家一定要注意给它做好这个降温处理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这样子它的浮盆呢 才会更快 那么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植料的问题了 很多花有啊 在摘种兰花的时候呢 可能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细的植料 那么细植料的话呢 它的保水性能特别的好 但是呢 它的透气性不好 那么透气性不好 再加上君子兰呢 它的根系又是肉质根 喜欢这种疏松透气的这种环境 那么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不透气的环境下呢 那么这样兰花呢 它就很难浮盆 所以呢 大家在摘种兰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植料一定要特别的疏松透气才行 最好就是软植料和硬植料按照3比7的比例配置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经常浇水 可能很多花有啊 知道夏季温度比较高 那么就会经常给兰花浇水 但是呢 兰花如果长期浇水盆土长期处于一个积水的状态 那么根系的话呢 就很容易腐烂 根系烂的自然就没有办法浮盆了 所以我们在兰花摘种之后呢 浇水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太过频繁 盆土干透了再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所以呢 兰花不浮盆主要就是这三个原因造成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